旅行社如何应对,留住顾客 随着人们的消费能力提高 很多国人都喜欢出国游玩 散心、开拓视野 无论是提供餐饮、娱乐设备的全面航空 还是价格偏低的廉价航空 他们所推出的促销价总是让人蠢蠢欲动 在刚过的星期一 前线设置队来到了马来西亚槟城 虽然只是周日,却不难发现国人的踪影 他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坐Sail Air来的 我们选择Sail Air是因为我们有六个成员一起来 所以行李这些也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的机票是早买的 所以也是有拿到比较好的价钱 这回我们是自己驾车上来 如果没有驾车上来 我们是会选择大廉价的寒级过来这边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比较经济 没有方便 我们是第三个Jetstar来到Peneng 我们是因为它很便宜 而且它没有办法 是因为一天一天的航空 它只是一天的航空 以今年六月底为例 在周末乘搭全面或廉价航空来回槟城的机票 价格就介于200元到400元不等 而廉价航空一般指的是乘客只支付机舱座位的钱 如果想要有餐饮、娱乐设施或托运行李等服务的话 就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 乌佩威有四个孩子 每年都会趁学校假期 和新生带一家大小出国游玩 他说如果航班的飞行时间少过三个小时 他会乘搭廉价航空 但是如果超过三个小时 就会选择全面航空 廉价航空你说如果真的有那个 Entertainment 其实没有那支全面航空好 廉价航空的服务 就是因为你一定要花那个add-on 如果你没有add-on的话 你就在飞机上去买的话 它不一定也会有 所以那真的很麻烦 就是说你家来家去反而更烦 就是说如果那个整个价格 什么东西都有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心 你反正去度假嘛 度假觉得一定要度假的开心 佩威从事金融业 每个月至少需要出差两三次 虽然公司很多时候 都会让员工搭全面航空 可是如果班机时间无法配合的话 他就会搭连价航空 不过他曾经因为连价航班 出现机票超售的情况而无法登机 这使他对连价航空有所保留 觉得你是单独旅行 你时间比较充足 你就是说比较自由的话 非常适合 就是说即使你好像有一个 overbook的情况 你不介意坐下一个航班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 可是如果我跟我现在 还有家人一起去 而且我们就是要出假的 要去holiday的时间呢 度假的时间不太多 那我们只有那个礼拜 如果真的不能上飞机的话 我们就浪费了可能一两天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划算 所以为了省那几百块钱 而且不能度假 这肯定是不适合的 虽然如此 连价航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捷新航空13年前进军本地市场 乘客人数也逐年增加 去年 乘搭捷新进出新加坡的乘客 超过400万人次 捷新航空表示 连价航空使机票更为便宜 让更多人有机会出国 Doors is about going to market offering low fares and making sure that everyone has an opportunity to fly So I think low fares will never run our fashion it will always be there the customer can make that choice So in some way we compliment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one or the other price or product 就是以前来说 很多人乘搭飞机的时候 主要就是为了生意或者跑业务 而现在的人呢 很多人乘搭飞机其实是为了旅游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当然廉价航空在整个变化当中 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角色 第一就是说他们的机票因为很 由于因为比较便宜 让很多人可以afford 坐那个飞机 然后第二就是说 现在的人就越来越会享受 越来越会出国去旅游 所以当然坐飞机 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 年价航空来势汹汹 全面航空如何抵挡 乘客如何获利